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主要从六个方面跟大家介绍 一个就是污染生态化学的学科形成与发展 那么它在环境化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污染生态化学的学科定义与基本类合 那么污染生态化学的研究对象与主要内容 那么第五个就是污染生态化学研究的重要性 那么最后呢跟大家谈谈经贺研究的一些方向性的建议 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问题 就是污染生态化学的学科形成与发展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污染生态化学 它是一个三级的这个学科体系 那么它在这个环境科学与工程下面 那么底下的这个环境化学 那么环境化学之下的这个分子学科 那么这么一门学科呢 从目前来说是否独立和成熟的学科 那么在国内外还是有这个一定的争议 那么有的人认为这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 那么也有的人认为现在已经基本成熟 那么也有的人认为这个出于一个这个发展之中 还没完全成熟 那么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一个就是理论体系出于形成当中 那么大家知道一门学科 那么是否这个独立 那么首先是它的这个研究对象 有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 那么第二个有没有它独自的理论体系 那么我们这个大家知道啊 这个那么对于这个环境科学呢 尤其是乌兰生的化学来说 那么它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这样的学科 所以呢它的研究对象 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后面我也要说这个 那么第二个就是国外的这个 还没有出现的专注教科书 我们可能大家又买到这本书啊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写的这本书 叫乌兰生态化学 那么里面应该说 它是一相当于这个做作的教科书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SCR数据 这个 出现这个名词呢 也是在最近几年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提到的就是环境化学 这个乌兰生态化学呢 是环境化学的分支 那么环境化学的各个分支呢 让大家看这张图 那么从化学 这个 卫核心 化学学科 那么它与 这个环境的结合 那么呢研究这个 用化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 这个环境的问题 就是环境化学 那么这个化学的 现在比较 大家知道 这个比较成熟的各个学科 有无极化学 有极化学 物理化学 工程化学 还有高分支化学 和分析化学 那么从它的这个无极化学来说 它与环境的结合 那么有极化学与环境的结合 那么形成环境污染化学 那么物理化学呢 也就是 这个 它用与系统科学 与数学的结合 那么 这个形成 新的分支呢 就叫环境理论化学 那么它含与这个生命科学的结合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 今天我们要上的 主要是于化学 与生命科学的结合 也就是污染成的化学 那么与其他的 化学与分析化学 那么在环境当中的应用 那么就形成了环境 分析化学 那么化学呢 这个分支学科 像高分支化学 工程化学 那么在环境污染 控制中的应用 那么 它的一些体系 在学科上呢 就形成了污染控制化学 因此呢 这个环境化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呢 包括 环境污染化学 环境分析化学 环境 这个理论化学 污染生态化学 和污染控制化学 这样一些分支学科 那么从这个目前 大家比较 这个共识的 有两种观点 那么一种观点就是 关于污染生态化的形成 与发展呢 认为是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个就是化学 与生命科学的结合 我刚才就谈到了 就是 这个化学 那么这个 作为一门分支学科 那么 作为一门这个学科 这个 与生命科学的结合 那么形成了污染生态化学 那么这个结合 到成长 到发展 经历了三个阶段 那么形成了 污染生态化学 这么新的学科 那么第二种观点就是 这个 更要细一点 认为是 环境化学 与生态学的交叉 那么这个 融合 那么形成了 污染生态化学的 这样新的学科 那么它区别点 一个是在 这个化学与生命科学 那么这个呢 是环境化学 也就是 化学的这个分支 环境化学 与生态学 那么以前呢 我们这个生物学 生态学呢 都是在 这个生物学的 这个分支学科当中 那么最近几年呢 生态学呢 作为这个独立的 一届学科 这个 就像我们学院 那么现在 这个是一个多学科的 这个发展的 这个 学院 体系 多学科体系的 这个发展的学院 那么包括环境科学 工程 这个一届学科 那么其中环境科学 是国家的 重点学科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生态学 也是一届的 这个博士典 也是一届的学科 那么有 具有这个 硕士博士 这个 这个培养的 这个 资质 要求 那么还有其他的 就是资源循环 科学工程 还有安全科学工程 这样一些 多学科的体系 那么这个生态学呢 这个也是 这几年 随着环境问题的发展 那么它 得到了这个重视 那么这个发展的 这个 层次和水平 也在不断的 这个 提高 那么因此呢 生态学与 环境化学的交叉 那么形成了 农合 形成了污染生态化学 那么经过这个成长 发展 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 分子学科 那么污染生态化学呢 还与其他学科呢 最有重要的关系 它不仅于生态学 环境科学当中的 环境化学 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生命科学 之外的 还有数学 环境 这个自然资源 工程技术 都有密切的相关 因此呢 学好这门课的话 那么至少要在 这些方面呢 就有一定的这个知识 那么上面谈了这个 污染生态化学的 这个形成一发展 第二个问题 我想谈谈就是 那么作为一门 这个环境化学的 这个重要的分支 那么它在环境化学当中的 地位 也足用 那么这种地位 也足用了 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个呢 就是环境化学 及其他的这个研究的论物 他说 在国家需求 在科学 在解决科学问题方面的 主要一些论物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环境化学学科体系 其实是战略地位 那么在环境科学中的地位 在国家 解决国家需求中的 这些作用 从四个方面 我想跟大家 这个谈一下 那么 首先呢 这个 在谈这个环境化学 其他主要论物 我们首先 应该要知道 什么是环境化学 那么现在大家比较 这个通俗的 这个从国际国内的 这个 以前我们这个 戴先生所做的 这个 环境化学呢 这个 就是 他是研究 这个地球 尤其是 地球上的 这个环境介质当中 那么 他的化学物质 尤其是 污染物质的 存在形态 与化学特性 还有就是 行为 效应 机控制的 化学原理 方法 那么 他是这样一个学科 那么就是 研究 这个化学物质 在环境介质当中 包括大气 水体 土壤 和生物当中的 存在 他的化学特性 行为 和效应 积极控制的 化学原理 和方法的科学 他是这么一门科学 一个是原理 第二个方法 那么他 写蓝 就是一门 这个理论性 很强的 这么一门 学科 那么 环境化学的 主要任务呢 就是 体现的 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要查明 潜在的 有多有害物 在环境 介质当中的 存在数量和形式 比如说像这个 拱 牵 隔 那么在土壤 水体 化在大气当中的 它到底 它的浓度是多少 它的这个 分布 这个 它的存在形态 它是一种 有效的状态 对能体 对这个植物体 对动物体 是一种 有害的状态 还是一种 这个 这个 展示 这个 不具有 有害的 这样地位的 形式 是吧 要查明 这样一个 数量和形式 那么第二 就是要查明 潜在的 有害物质的来源 以及 它们 在某一环境 介质中 及不同环境 介质之间的 环境化学行为 那么既然你查到了 这个 像土壤 水体和大气当中 这个 存在多少 一个浓度 那么这些浓度 这些物卵物质 有害物质 它是怎么来的 是从哪里来的 是吧 是从工业活动呢 还是这个农业活动呢 还是能为破坏呢 还是其他的 这个地方 通过这个水 或者大气 这个迁移过来 还是 其他的什么 通过这个基建 这个 比如说像汽车 什么 拉过来的 是吧 那么它的来源 是吧 他们 在 水体 涂浪 活在这个 大气当中的 活在这些 环境界质之间的 这个环境化学行为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物质 它到底 在这样一个 环境体系当中 它到底要做什么 它的毒性 它的这个 这个迁移的 这个 这个过程 这个这样一些问题 比如说像它的这个 西服 解析这些行为 那么第三个就是 查明潜在的 有害物质 对环境 尤其是生态系统 和人体健康 产生的 效应的途径 机制和分析 它是怎么样一个途径 来产生这些危害 它的机制是什么 它有什么样的分析 那么这个就是探讨 缓解或者消除 这些有害物质 以造成的影响 或者防止它们 可能造成的影响的方法 和途径 这就是像这个 污染控制 化学的 一些研究的 这个 内容和主要任务 也就是要 对这些物质 进行调控 那么进行消除 或者使它暂时 没有有害的行为 那么这样一些方法 或者途径 那么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么再一个就是 积累化学物量物的数据 建立有害化学物质 生态安全评价的理论 矿角和方法去 那么这里就是要 涉及到一个风险评价 也就是跟 这个 理论 跟实践相结合的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 数据的 这个 问题的安全 生态安全评价的 这样一个论识 那么也就是为我们 这个像环境标准 这个制定来提供 科学的依据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在其他学科 交叉的研究当中 发现新的生态点 那么为环境科学的 新理论和新方法的 发展做出贡献 那么环境 这个化学 那么它只是从 化学学科 延伸出来的 那么还有这个 环境生物学 还有环境这个物理学 还有这个 环境 这个 这个 独立学 还有环境健康学 环境医学等等 那么 在这样一个 多学科交叉体系当中 那么 环境化学 那也不再是一门 新的学科 它是一门 已经经历过 差不多也有 这个七八十年的 这样一个历史 那么 通过这样一个 学科 就是比较老的 这个学科的发展 发现新的圣诞点 这也是 环境化学的 主要任务之一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想谈谈环境化学 学科体系 积极其 战略地位 那么环境化学的 这个学科体系 这个 就是 从我们国家的 环境化学科 已经发展成为 这个化学 生物学 生态学 独立学 农学 还有土浪学 以及 这个化工 化学工程 还有生物工程 等多学科 加插的 学科研究体系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 在我们国家 也可能跟其他的 世界上 其他国家一样 这个 在课程设置 或者在这个学科 还有 他的这个学院 这个成型 他有不同的 这个 这个 有不同的 这个 最后形成了 不同的这个方向